怎么不都在家里 他不在家里 是吧 我怎么不在家里 还不在家里 他在家里面的朋友们 在家里边的生活带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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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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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报表 等一下 我给您送去 不着急 不着急 徐老师 今天晚上 别哭 好吧 小萱妈妈 你怎么想到这儿 小萱已经连续几天 无故旷课了 我是她的老师 我必须来看一看 徐老师以后不用麻烦你了 我已经给小萱 转了别的美术班了 我能知道原因吗 我不想把我的孩子 交给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 我想 这件事情你一定是误会了 我当年和丽君分手 是有一些不愉快 不过 毕竟是我跟她之间的私事 我和小萱相处得非常好 非常融洽 你和丽君姐的私事 我不想干预 我只是不希望 我只是不希望 给我的孩子带来危险 你这样做 是间接地帮着周丽君 带着孩子远离我 我亲眼看到你打他 丽君姐跟你分开 不光是因为感情的事情 你看到的都是片面 周丽君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他说丽丽是弓箭的女儿 这就是在撒谎 这是我跟丽丽的 亲子鉴定复印鉴 我是丽丽的亲生父亲 他拿着我的女儿 去跟弓箭骗婚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这是丽丽刚出生时做的 我就知道周丽君 一定会爽滑头 所以我特意 把她从美国带了来 我们都很可怜 都被周丽君给骗了 亲自鉴定 不是 你什么时候接案子了 没有 谁给看见 我跟你说过啊 要把精力用在北遥上面 接这种民事诉讼 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 一会儿跟冯律 把这个文件给龚总送去 今天大晨几岁了啊 五岁啊 对啊 红岁啊 跟谁同岁啊 所以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有一个父亲 他一直都很想 跟自己的孩子团聚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他发现这个孩子 不是他亲生的 他会怎么想 真是戴绿帽子嘛 奇耻大乳啊 所以这个亲生母亲 把孩子带回来 其实是想利用 这个父亲的身份 达到自己另外的目的 怎么了 不是 什么意思啊这是 别这么意思 自己无所乱想的 那你意思 大晨不是我亲生的 那这怎么可能嘛 这一看大晨 就有我的股份 啥呀 这是 我素兰价 喂 黎君姐 曹操 待会儿我们在 岚岗中心见个面 我想跟你聊聊 我现在不行啊 我得赶去北敖 你要去北敖 你要去见公歉吗 是啊 你好 布海森 你好 你好好的事 你好 你不是一直对 入股北敖感兴趣吗 想拖颖 今天 北敖的工作 跟我联系了 对 他想跟你见面聊聊 对 我已经帮你约好下午四点钟 和他见面了 你欢迎来 你欢迎来 我会见到你 我会见到你 待会儿 喂 小徐 我是凯南的周总 我有一个做投资的朋友 对入股北奥很感兴趣 他想跟公总见面聊聊 他下午四点钟过来 对 是 他明天就要回美国了 你让公总安排一下好吗 手续是复杂了一些 但是一定要按流程办 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放心吧 再给我们 另外 由于凯南基金的外资背景 跟他们签署的股权恩确认公证 还要付一份英文版 行 我发言完了就发给您 好 那辛苦二位了 对了 公总 给您道喜 什么喜 您千金适而复得适喜 您和周总重拾墨迹 携手合作 是喜上加喜 此话说 大树底下好乘凉 我们上位也跟着沾光啊 谢谢 对吗 桑桑 我有些事要跟公总说一下 行 那我先走了 公总 好 我感觉你们这冯绿性格 总是怪怪的 一直都这样 什么事 我想说 你跟莉莉的那个亲子鉴定在哪儿做的 六月 怎么了 你自己亲自去取的吗 当然 公总 美国的客人已经到了 现在在卉士等于 好 知道了 怎么了 好 干嘛奔这个 没什么 随口疑问 你快去吧 走了 孙子草 上车吧 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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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谢谢大家